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很久没找我了 真会说话 那个时候 郭老师那时候跟我们讲228 讲张学良 我说这么久没向他问候了 这么多年在台湾 您都干什么 他说我现在在台湾是反读 反读促统大业 是这么一个人物 而且郭老师平常出言都是谷歌清奇的 今天大家可以领略 但是这个事情一点都不轻松 实际上我发现它很沉重 而且在今天的大陆 你知道网络社会的新闻 有一个声派叫反转 今天我们发现 什么事情后来剧情都有反转 那天我们在聊的时候 我跟大家曾经讲过 我说我们有一位嘉宾 郭冠英先生 他给我们发来 他托我们的导演 我们导演发来一个信息 就是说对于房思琦的小说 也就是说作者林亦涵 他的一些事情不要那么着急的去表态 不要那么着急的去愤怒 包括对这个补习班的那个老师陈兴 因为他说呢 这个事情小说里的情节和事实上的情节 据郭老师讲是有出入的 所以今天我就说他来 我没想到这个出入竟然跟这个什么律 跟这个统独跟政治都有关系 今天就反转了 我也完全没想到 而且呢 郭冠英的这个言论呢 之前的时候在台湾呢 已经引起轩然大波了 不这就是郭冠英啊 这语不惊人死不休 所以要听听他到底是怎么个看法 我觉得这个郭冠英这个另辟西境 辟的很独特 对 我们在 所以郭老师 我都得提 好先提醒你 就是说 因为在这个内地啊 很多网友出了这个女作家林亦涵的事情之后啊 那对这个叫陈兴的这个老师 那是恨不得食其肉啊 你知道吗 就恨成这样啊 而且涉及到很多女生被性侵的这个这个问题啊 您在台湾的一些狂言 如果您还敢说对吧 遭到围攻啊 您是预期 我是可以预期的 您还觉得要这么说说吗 我不是 这个人我并不认识 这位老师我并不认识 我只是因为说 台独一天到晚就攻击他 所以我就 我就是对付台独 就是说台独说的好人就是坏人 台独说的坏人就是好人 那么我就是这个观念 我们本来并不关心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大了 也不太管这个房事的这个事情 我们都管国事 那么可是呢 这也是一天啊 电视唱潮 所以我也去了解了一下 就发现 为什么说这个东西跟统独有点关系呢 就是说这个事情台南吵起来的 而这个女孩子呢 确实又非常美丽 而且这个 很才气很高 因此她是台南 几乎是一个 等于台南公主一样的一个女的 那么她的 可是她的父亲是非常非常的绿的 绿到说 人家看病的时候 都在宣扬这些台独的观念啦 这些东西的 怎么看病 怎么宣扬台独的 看贫富病的时候 也跟她讲这些东西 这都是报道上讲的 那么她的 这个医院的大厅里面 也很多常常跟人家宣传的观念 所以她是 极绿的大佬 而且台南的这些立法委员 绿的立法委员 也都说她是我们的好朋友 她其实是他们的 一个等于很重要的 今天郭老师 你看还带来了一本 这个台湾的杂志 你可以看看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这个话题 在台湾是被炒成什么样的标题 陈青就是这个补习班的老师 现在好像进入司法程序 就身败名列 然后但是 下面的报道 你看 这个陈青身败名列 还有哪一页 逃往上海 预测她将必居上海 然后呢 这还有一页 这我们导演再看一下 说林毅涵 就是这个姑娘了 这个林毅涵的父亲 是深绿大佬 还有什么 就是这个 对 那你 你现在觉得 你在台湾岛上 你说的话说是什么 他们等于是自由恋爱 是不违法的 对 怎么说 就是这样 他的小说里说 这个小说叫房思琪的 这个初恋 初恋乐园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他里面就说 他16 13岁的时候 就被诱奸 可是爱上了诱奸犯的故事 对 就是这个陈思琪这个故事 对 但是 所以当时大家很激愤 说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狼师 他是补习班的老师 他13岁就 就就诱奸了自己的 你不管13岁的话 你不管诱奸强奸 你都是违法的 对 那就是禽兽嘛 对 禽兽 这个很多人是禽兽 这个东西不必大家 那么 不是 衣冠禽兽嘛 我们都叫做 对 男的都是前兽 对 第一贯 那么 可是现在他父亲 后来在他去世以后 就说 他的忧郁症 而导致他死亡 那么重的 就是89年前 他被一个补习班老师 诱奸 那这个 就算是 这个是真的 这女的死的时候 26岁 89年大概已经18岁了 我们在台湾 16岁就算成年 因此你跟16岁以上的少女发生 男女发生性关系 是合法的 没有问题的 可是呢 现在大家 所以这个男的后来证明说 拿出声明说 他被逼的声明说 我们跟他是18岁 我才跟他有关系 以前做个老师 就是在台南 可是只是很普通的 在班上的那个 没有什么关系 后来这个女的到北部来上学的时候 我们才跟他有个两个月的关系 后来他父母跟他太太一起谈判 六个人一起谈判 斩断了这个关系 那么斩断的关系 我谈判的时候 谈判完了 这个女的受不了这个痛苦 就自杀第二次了 所以他以前也自杀过了 那么他在高中的时候 就常常从南部 每个礼拜 他坐火车两次到台北来看 看这个精神病医生 因为他一直有忧郁症 现在就要证明 这个忧郁症 是他跟那个老师在一起 受了受刑 造成的 还是他以前在家里 就造成这个忧郁症 这个现在还在查 可是关键是说 因为他的父母 在一开始第一时间的时候 因为当很不幸的自杀以后 他父母在发的声明里面 他就没有说 这个是什么性侵 他就说是右肩 所以大家才会把后面的 那个事情呢 就一直不断的刨 一直不断的刨 刨出来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可是郭冠英 太 这个就算是右肩吧 或者是说你认为他们 发生了这个 有更亲近的关系之后 是在他们合法之后 成年了这个之后 这跟统独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也太 这个扯得也太远了吧 如果说今天 他不是一个 来自于独派家庭的 这样子的一个女作家 难道难道这件事情 就你认为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被接受吗 那个陈欣的被批判 就可以被接受吗 不是 这不是很奇怪吗 批判他的都是台独最 最最毒的这些立法委员 包括台南的这几个 然后所有的 他们立刻就已经漏搜出来 陈欣在课堂上讲的那些 统派的言论 比如说我们去参加大陆的阅兵 应该是正常的 没什么不对啦 这些东西 所以这就已经变成一个 完全变成一个 独去主导 男的人没有讲 我们因为这种事情很多 比如说你看 因为忧郁症而死的人很多 很多这个各种各种事情 有的因为病 有的因为夫妻感情不好 有的因为这个 外面这个男女少年的感情 这很多 在太阳花的时候 还有一个男的同性恋 大概只有十五六岁 他也那个 他也因为忧郁症而自杀 自杀的 我们教育部还去这个阻挡他 到了下午四到晚上四点钟 认为没问题了 我们教育部的官员还回到家 七点钟接到消息 他已经又 你看啊 小说里的这个房思琪 他似乎里边讲到的就是 被这个老师性虐 这个折磨 利用老师的这个权威 甚至这个女孩不知道该怎么来对付 对 那么他在小说里勾画出来的 是说他的精神受到了这件事情 很大的折磨 对他来讲 他是一种幻念啊 就是说呃 他对于文学的喜好 他对于这样的一个崇拜 我觉得这个是很很常发生在这样年轻的这个女孩子的这个身上 对于一些老师产生了呃 一种因为呃钦佩啊或是爱慕而生的一些幻想 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凡是任何使用权力啊去采取这种的手段的哈 不管是呃诱惑也好或者是说性侵也好 呃性侵害这件事情 或者说诱惊这件事情他本来就不是建立在一个说什么一定是男的对女的或是女的对男的而他是在这个权力当你用了你的权力去迫使或者是说去诱使他发生一个你后你事后发现你不这么的心甘情愿的一个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呃呃陈老师他不只是他的对象不只是只有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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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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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强奸的性质吗 没有 所以他爸妈 他一开始也就说是右奸 所以我觉得就是 有未成年人这个问题 那当然有未成年的 但是你刚才的证据就说 这个陈兴又有什么证据 说明他们发生性关系 是在成年之后呢 因为他父母说是89年前 对26岁 你检掉89年前 他父母那个声明 那个声明还是出版社发的 那个声明他18岁了 16岁 他父母都承认说是18岁16岁的 而且他父母后来谈判了 请他不要跟他在一起 他们在一起两个月 在我们那个大饭店里谈判 如果是在未成年的话 他父母不要跟他谈判 父母就直接可以告他 你跟我未成年的少女 发生性关系 本来就是违法的 怎么还去跟他谈判 可是这个问题 他不是一个 他当这个林一涵呢 已经很悲剧的自杀之后 他已经不存在 就是说到底要不要追诉 到底要不要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一方面举证非常的困难 然后现在呢 也是一个各说各话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陈欣的 就陈欣的角色来讲 我觉得台湾的媒体 对陈欣呢 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是 他把他的女儿 陈欣的女儿 也曾经在台湾的演艺圈 试图出道 这个不关他女儿的事情 但至于其他的部分 我觉得陈欣作为一个老师 他本来就应该承担的 然后对于陈欣 对于这个林一涵的父母来讲 他们后来事情演变得 越烧越大的时候 其实也蛮违背 他们当初想要把某些事情 说出来的一种 一个原先的一个心情 而且这里面 很可能有包含的在于是说 因为后来有一些的评论 认为林一涵呢 他会这么多年 没有办法从这个忧郁症走出来 可能跟家庭的 在某些时候扮演的角色 不够有关 所以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讲 这也是一个很挣扎的一件事情 但现在呢 当他把他一推到统独上的时候 好像这些都不相关了 而且一个悲剧 变成了是一种 蓝绿上面的争斗 统独的争斗 我觉得好残忍啊 就是把个人的小我 汇入反毒促统的 滚滚洪流这种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郭老师 您怎么说 这当然是跟统独有关系 就算我们不跳出统独 我为什么会对事情关切 是因为最先的时候 台南的这个台独的立位 说这个陈欣 搞出这个事情来 他的背后 其实马英九应该负责 我喜欢这么聊 马英九应该负责 因为这么坏的一个狼师 他后来成立一个 叫日创这个什么文化公司 拿了我们很多政府的标案 所以搞了两三亿的家产 而且他是台湾最有名的 补习班的国文老师 所以每年的薪水收入 大概有上千万台币 因此这位台独的这些立位 就说你看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 他拿这么多标案 那都是马政府给他的 所以这个马政府要负责 马政府就是因为他蓝 所以就给他 你看他讲这么多蓝的话 所以这个女的死亡 马政府要负责 我在电视听到这个话 怎么有这样的这个推论 我才去那个 是他们先把他往统独推 我才说你又往我统独推 那我就跟你往统独推 我真是现在了解到 台湾的半政治性 这太离谱了 就是你说的叫匪夷所思 而且那个事实上 他那个因为当时 在提出来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想说这个陈老师呢 他怎么这么有本事啊 成立一个其实不大的一个公司 六百多万 对然后呢 但是呢他们在那个很多 很多哦 很多官方的那个标案呢 他们都拿得到 而且事实上 他拿的那个标案 没有纯粹都在 都在马政府 对啊 而且因为他 而且他有很多的是 地方政府的标案 他很多地方政府的标案 他都拿得到 那地方政府又不是都是 都是国民党执政的 而且这一点呢 这一点呢 媒体呢 倒还是有点良心的 就在于是说 台湾的媒体呢 常常都会乱报 可是呢 就把它 成了一些的案子啊 就拿出来 让大家看 他是做的什么样 其实真的还做的不错 有一些活动上面做东西 其实都还不错 但是 就是现在对于 现在对于这个蔡英文 这个来讲 蔡英文当局来讲 或说对民党他们来讲 怎么什么事情 都往马英九推啊 讲到这个陈 林亦涵的这件事情啊 真的我今天要不是因为 是文涛 或是郭冠英 老朋友到香港来了啊 我真的很不忍心 谈这个案子啊 因为呢 他牵扯到的事情 实在是太复杂了 而且不是当事人 不是父母 不是他 他在这个 陈兴 他在陈兴之后 他也有过爱情啊 也有过 结婚了 也有过对 这些的 很丰富的一些的 情感上面的波折和人生 而终究呢 走到这样子的一个 悲剧的一个结果 就我觉得外人 是真的说不清的啊 而且因为 林亦涵在生前的时候呢 他在接受一些访问的时候 他讲到他自己 在饱受这种精神 忧郁症的这个折磨的时候 我觉得这件事情 让像我这样子的一个人 我会觉得很悲哀的一个地方 在于是 所有的社会的机制 他都是无效的 他并不是没有接受 他并不是没有接受精神质量 一个礼拜两次 对 而且他并不是说 受精神病院 是 他并不是 身在一个冷漠的家庭里面 都不是 可是一切的事情都无效 对 不 我觉得 我当然是个外行啊 但是我觉得 他的那个什么 心理医生靠谱不靠谱啊 郑先生说 你经历了一个核爆 对 你经历了越战 集中营 跟心理 跟心理病人 是能这么聊天的吗 可以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晓得 因为那是林亦涵的讲述啊 他们的医生 这精神病的医生中间 分析你的性格 其实是越战症候群 你这个是集中营症候群 他们都有分析的 精神病里面都有的 所以他一看你这种反应 他就可以告诉你是属于 这个东西没有错 只是 我现在跟你讲 这个女的一再强调说 我不是房世奇 不要对号入座 他自己讲的 第二点 他那个故事里面 因为他已经有忧郁症 所以那个故事里面 就是不能凭一个小说 我没有对这个 我只是说 要无罪推论 你们说我们跟他无关 我也觉得很难过 可是我一直反省 我的很难过 是不是因为这个女的很漂亮 我觉得很难过 万一她是很丑的一个女的 这忧郁症死了 我会不会难过呢 对不对 我不难过的话 不是证明我这种人没有人性吗 人性当中很多优微的地方 优微的地方 大家 你们到底说 我们是 我也 人死为大 我也不想去扯到这个 我也不想丑化他 或者美化他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有这种人 一直在炒作他呢 不是我们先炒作的 是台南的这批立法委员 是台南的这批人 是他父母 你不应该再出来讲这个话了吗 你父母既然已经过去了 他们父母这样讲了 我们不应该炒作 我们每天每天的炒作 他们现在说 我们大家都很难过 这种事情 我们也觉得不应该再谈 怎么怎么样 这是乃清的心理 我体会得了 他也不是看到你 看到我 因为我英俊了 他愿意来的话 他不会来的 我愁 但是 我就讲最后一句话嘛 谁先炒起来 炒这么多天 一个多月来 台湾的媒体整天在炒 炒完了 然后下面 炒完了 讲完了 还加个很好笑的标题 要支持无罪推定原则 还有一个 下面的张老师说 自杀不要 自杀是不对的事情 要求救 都是这样 结果 结果这样逼逼逼 反而把一个补习班的老师 给逼死了 一个教理工的 那个补习班老师 他想不开 他因为有一个感情的关系 结果那女的揭发说 他就自杀了 最近 两礼拜前自杀了 结果那女的说 我害死了她 我感到很难过 就害死了她 这个是最近发生的 这个事情 你这件事情 真正杀了一个人 就社会上 不管那个 那个理工老师被害死了 而且还是在这个市场吵 可是关林 我真的很想问你 就是 你挑出来这个角度的时候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的目的是在说 他们这些人吵出来这个的初衷不单纯 所以如果说不是因为 他是来自一个独派的家庭 他是一个统派的老师的话 这件事情可能两三天就结束了 是这个意思吗 还是要让大家看到说 你很坦率 你很坦率 你很不伪善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戳破了这个东西 他又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台湾有什么政治力量 等于绑架这件事 用来做政治的企图 对对对 这个跟那个红仲秋案很像 以前我们红仲秋案 一个兵啊 因为中暑死了 最后大家就 我现在说 现在好像是什么 现在好像大家是编这个 这个女的死了 我们在编 她的房氏齐的初恋故事 我们现在在编 房氏齐的宝可梦 我们在编 全台湾人民在编下一级 每个人都在猎屋 川普也被猎屋 我们台湾也猎屋 川普是为了国事在猎屋 我们是为了房氏在猎屋 每天大家都在各个新的 这个男的不出 那你觉得陈兴的这个 他干的这个 他对这个房子 不想说房子齐了 对于林亦涵的这个关系 是正确的吗 我当然是正确的 什么叫正确呢 成年以后 男女的交往 如果不正确 请问你 那个川普 他的太太小他24岁 这么正确 那再请问你 法国总统 他的太太大他24岁 跟他在未成年的时候 就交往 但是师生之间正确吗 师生正确 当然正确 我们的立法院院长 我们的行政院长 叫林权 他就是跟 他的学生恋爱了 他在大学的时候 你不管大学什么 是不是 我现在问你 他说师生恋爱 还有我们的 现在扣我们退休金 扣军光教人员 退休金叫林万亿 他跟他小30岁的 那个学生 谈恋爱 还被他太太在旅馆里抓奸 这个女孩子是被迫的 跟老师发生了这个关系 那个是违法的 我们台湾有个叫台湾关系法 懂不懂 台湾关系法是美国人给我们定的台湾关系法 我们内部也有个叫台湾关系法 就你跟发生关系的时候 你有关系的话 发生关系就是违法的 懂不懂 听不懂 那个法叫我们刑法228条 228条就是 你是一个主持人 我是一个老师被邀来的来宾 来多了 你跟我发生关系 关系 因为关系而发生的关系法 我们是违法的 那就是说 陈兴设限违法 对 可是呢 那个法是很 那如果这样子违法 大家都违法了 我们跟交易女的大部分都有关系 都认识这个女的 男的 所以这个法 现在一口闹到说 陈兴是没有违法 现在后来台湾的这个立委 也承认他没有违法 大概没违法 但是呢 因为他干了这么多坏事 道德上这么坏 欺负了我们一个 这么好的美丽的女孩子 所以呢 我们要使他身败名列 合法 但是我们要使你身败名列 是什么呢 他不是标案那么多吗 那一定是 这个马英杰 跟他有那个 什么贪污的关系 因此叫我们的廉政公署 去调查他的那个标案 我们廉政公署也介入了 还有 他有那么大的那个收入 他的税一定有问题 叫我们的国税局 去查他的税 我一定把你搞死 虽然法律上 我搞你不到 我一定要搞死 我是觉得 不能够 我跟这个人根本不认识 我说你不能够这样子去 因为法不行 还是说因为这个人 在讲课的时候 有很多统一的言论 让你觉得 与你先有七七烟 不是 也不是 后来我看到他的视频 我觉得他的水准 并不是很合我的标准 我看到这种视频 对对 他那个样子 比你差远 咱们吃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郭老师 刚才广告时候说的话还敢说吗 不敢 也有郭冠英不敢 他就话操理 有的时候也是话操理不操 但是你看我们大陆有一句话 就叫做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我现在觉得这个话扯的有点远 就是你说到最本质的这个地方 这个案子实际要办很难办 很难办 因为人死了 对 你不能拿小说当证据 对 这个是个关键的问题 所以其实他现在已经不是在说追究法律责任了 而是在这个 关音刚才提到的那个政治追杀的部分 我就很好奇 你会不会有点 自己在过去的时候 被这个绿营追杀 所以现在呢 要出来为像陈欣这样子的人 来讨公道的这样的情绪在 他刚才他讲的一部分 其实是完全对的 就在于是 在台湾呢 现在呢 他有主张台独的言论空间 他没有主张统一的言论空间 然后凡是呢 任何呢 被偏向于就是有点 不管是大中国情节的 或者是统派的 他会把你呢 就是祖宗八代呢 过去的这些言论呢 就找出来 然后来这是鞭尸一番 可是呢 去主张这个 不管是台湾派 本土派 台独派呢 他都有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言论的 操作的一个场域 所以 郭华英自己是受害者啊 而且碰上了是一个 没出席的马英九政府啊 所以就 就这个 就得到了一个 很不公平的待遇 对他个人来讲 但是乃京 我我还有插一句话 就他刚才讲的啊 根据已有的事实 能不能做出一个推测 比方说 你说最后两个人分手 是在双方父母 一起来谈判 让他们分手 但实际上的情节 有没有可能 这个林亦涵跟陈兴啊 后来算是一种 婚外恋的关系 而且他不愿意分开 是不是真的 就爱上这个老师了 他事实上是这样 就他们的确是 婚外恋的关系 然后父母要求他们 而且因为后来 写的有一些的 揭发的一些的 他还写了 七个我爱你 我爱你 把那个张学的一个歌 都抄来给这个老师 他就是拿出证据出来 结果台队又说 死无对证 而且因为后来 大家在这个话题上面 不罢休 所以媒体的报道 越来越多 还包括说什么 当初父母 林亦涵 然后跟父母 还有跟这个 喂